政府宣布若果疫情未有重大变化 年初七起食肆堂食可以延长至晚上10点 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有条件重开 近日厨所必须要顾客安装和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并且安排员工每两星期做病毒检测 食肆今晚食肆堂食 以及多类场所停开两个几月终于有望放宽 政府说如果疫情持续放缓 年初七起食肆堂食可以延长至晚上10点 每台放宽至4人 条件包括雇主要安排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 例如如果打算在年初七复业 或者恢复晚市堂食 就需要安排员工在今月11至15日接受首次检测 员工可以到社区检测中心做测试 头三个月免费 政府也会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尋求行政会议批准放宽限聚令至4人 健身中心、美容院、戏院、主题公园 所有体育场地也有条件重开 包括处所必须要求顾客 安装和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或者登记顾客的个人资料 当局说如果有处所在服业之后 未有遵守防疫措施会被要求停业 在疫情尚未清零之下 恢复表列处所的营业和晚市堂食 我们其实是小心翼翼的 也都要精准防控 为了尽量减低感染风险 我们也都要求未有遵守各项防疫措施的处所 是会停业3至14天不等 至于未有遵守有关措施的食肆 是将被要求暂停提供晚市堂食3至14天不等 他又指现时条例下的罚则仍然适用 如果餐饮业务负责人 或者表列处所管理人 违反相关规定 最高可以被罚款5万元和监禁6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曾金部报道